各位观众不好意思啊 之前的话呢搞错了 这才是大龙一艘小纸船啊 这边的话大龙 然后这个是桃神 面对的是国服S2的鱼女 阵容的话这套阵容打鱼女 那真是香啊 桃神这把是掏了一个条消失 机械师没打 队友这边的话 机械师娃娃被打砸块板子 但是这个界势遛不动啊 这个界势遛不动 没有飞轮机械师打鱼女 还是比较吃力的 很有可能水汽压着以后 走位就被压制住 然后刀和水汽都能打出伤害 第一刀有好的 娃娃这边的话 没有能放成功 追一刀打完 然后再一个 因为鱼女打完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追完以后 他开了技能这边过来就 飞轮双弹机械师 水汽 击倒的 怎么说呢 你说快嘛兄弟们 其实机械师这边 牵制的时间不算短 开密码机就知道了 超过两台半的 这个时间不算短 但是什么问题呢 两点 第一没有逼出闪现 第二给到了更多的存在感 以至于 佣斌这一波过来救完 鱼女就二接了 那么后续就不太可能再 救出比较好的一个救人节奏 也就是说 球者这把呢 想要真胜 理论上面来讲是不太有可能了 就看怎么保平了 所以说佣斌这边选择不救 我觉得也可以啊 这个 真的你过来救一波 万一不小心吃个伤害什么的 吃个双挡呢 这局就直接结束了 我选择不救 留一个薄命 万一待会儿队友这边倒遗产了 我这薄命还能套走 你还真别说 这一波拥兵压子还真可以 要来救野心 要来救的话呢 就是想要把这个薄命时间 拖出密码机码 但是好像有没有双挡的可能性 还行还行还行 81的水汽 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的话余女想两个都别走 我都要 漂亮 哇 这波水器 那就亏了 因为这边的话余女在干嘛 留意佣斌的一个走向 我挂飞机械师以后 回游冲刺赶路 去找这边的佣斌将其挂上 虽然说佣斌手里有护币 虽然说佣斌自带薄命 但我手里有闪现 我有底牌 我有技能 然后这边拉拉队员 调笑是想要救下这个人 都没有那么容易 看吧 调笑是这边机子修完 拉拉队员这边机子修完以后 还要再去补队友的遗产机 但是佣斌这边的话呢 好像要被挂遗产了 看 看桃神 桃神 没飞轮啊 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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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香水 回吧 应该是 先回 然后再来 因为这边的话 拉拉队员给到一个技能刷新 可以直接双香水 再来 哎呦 这就是我刚给他讲到的就是二阶的一个鱼女 你看就算是这么厉害的选手 拉拉队员给到调香师两瓶香水 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好处理 这边的话 一刀先追佣兵 好拉拉队员这边是有飞轮的 哎 一波收叉 拉拉队员过来救人 其实这个时候感觉不是特别需要去挂飞这个佣兵 不着急啊 虽然说佣兵手里还有个博命 但是失常已经把机子踹了 然后佣兵这边吃的伤害呢 感觉短时间真的起不来 这样的话可能局势上面来讲会更稳一点 但是花的时间会多一点 毕竟对面的这些人都不是凡人啊 都是神人 可以可以可以 选择球文打的是一点问题没有 但这样的话呢会花更多的时间 好的 那么我们就不再往下看收尾了 也是希望大家点赞观众们下次再见 拜拜